今天11月十七星期四市仍然反复 不过就没有下限的势头 因为实际上来说恒生指数虽然仍然走在十天线下 也都是有进一步下限的趋势 但是是没有足球 也都没有明显是想足球今个月九毫的低位 21957点 我们试试拉阔少少来看好不好 今年全年的低位恒指的低位是2月12日的18,278点 全年的高位当然是9月9日的24,364 即是期间恒生指数在今年内的波幅是升了6086点 由于指数现在跌穿12,50,100天线 即是技术上属于一个中期的调整 所谓中期的调整就是升了一段时期之后 市会进入一个所谓的正常的消化的期间 好了 问题就是由24,364点跌到现在这分钟最低最低的一刻 是今个月九号的21,957点 是跌了24,807点 上升了6,086点 跌回24,807点 让我跌了大概40% 那你说多不多 其实就不算特别多 不过在感觉上呢 由于指数呢 已经是有少少呢 是想下市250坚线的形态 所以令到那些人的心态有少少不安 那当然知道了 暂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消息 没有好消息呢 就未必一定是有坏消息 但是在市场来说 没有特别的好消息 那就要看一下衍生工具的报防是怎样了 现在21,900多呢 其实21,900多呢 其实21,900多呢 有不少的牛制度 那就是说呢 指数是有一个有因呢 是进一步劏牛的 因为这个世界有地心吸力的嘛 为什么十个牛皮就九个淡 十个淡蜀就九个跌 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可以理解的 你拿着货多的 那是牛皮皮的 你下一个动作 都是倾向于呢 是沽一些货套显 这个是很正常的心态 反过来 你拿着很多钱 那市场又不动啊 在那里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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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你会不会都是买一些货呢 未必的啊 通常你会等到市场 咦 真是好啊 哎呦 有些势头看到啊 你才去买的嘛 就是说呢 买的时间呢 是必一定的市场向上下 你才考虑 都未必一定会买的 好像市场充高的时间 很多人只有看市场 但是反过来 持货多的话呢 市场一路跌的话呢 你不沽不沽 我相信难了 心不舒服的嘛 所以十个欧皮 其实是九个塔 十个淡市 就九个跌 就是这个原因 至于这个指数 会不会进一步 下市21,957呢 其实啦 今个月剩下的交易天呢 还有9天 一直说 这个市呢 存在变数 存在变数 因为早前里说 还有十几个交易天 当时的指数仍然是22,400 22,500 但现在的指数到22,100 左右就算数了 距离今个月的低位21,957 是差200多点 距离今个月的高位23,268点 是有成千点 如果现在是月初的 不怕,大把时间 但现在不是一晚 只有9天 不敢说完全没有机会 但机会率是每个一天 就一路一路收势 可能去到月底前一两天 难道你还有气势性升一千吗 即是说机会是有 不敢说完全没有 细时没有绝对 但可能只有1% 2%就是这样的原因 现在我想 咬腰而上或者穿顶的话 其实机会是一路一路在減少 至于今个月 那个深港通点 讲一讲21号 下个星期 我想现在好似看的形态 不是那么快 是,今年来会开通 我觉得也是会的 不过就未必会太快 看下这个指数 收市的时间22,268点 比昨天跌了17点 成交金额是620亿 2亿 形态呢 暂时来说